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9月3号的宜兰新闻 我是黄文淑 你有看过会唱歌的交通号制吗 宜兰火车站前通往 丢丢党森林广场的斑马线交通号制 9月起当通行号制变成绿灯 就会出现可爱的长辈版小绿人 配合着轻快的交通安全歌曲 陪着大家一起来过马路 可以说是全国首创 也让过马路变得趣味又有教育意义 宜兰车站通往丢丢党森林广场的路口 当行人号制转换成通行号制小绿人时 就会响起了轻快的音乐 那这是什么音乐呢 原来是交通安全宣导的主题曲 五汤五汤 五汤五汤 这款特殊号制是全国首创 同时结合自创音乐以及载快的音乐 这款特殊号制是全国首创 同时结合自创音乐以及长辈版的小绿人视觉设计 提醒行人注意路口安全不低头 让过马路变得有趣味又有教育意义 县长林之庙专程前往视察 并提出改善意见 并且表示若办理成效良好 也将在其他重要路口来设置会唱歌的小绿人 我们专国首创的这个过马路的小绿人 所以这是我们可以对着我们这些所有行人 还有我们这些大人的安全 所以这是我们以兰官自己首创的 我相信大家听到感觉很有趣又有教育的性质 这非常赞的一个我们过马路的音乐 希望可以安全第一 大家可以说我们过马路的时候要轻轻看要慢 希望能够大家都很安全很健康很快乐 希望如果感觉不错大家可以接受 那我们会大力的推广 希望大家都很安全感觉很有教育性质的 这个很赞的 设一个音乐不肯不肯 就是说问一个人开车在车的时候 看到人行道的时候就要等一会 不肯穿过这样才会危险 要走行人道的行人也要慢慢走 左看右看 所以说这个保持安全是我们管政府 宣度的一个租金 希望大家都可以平安顺利 配合9月1号起开始的路口安全大 只把这座全国首创的行人号之灯 选在9月上线 除了用路人需要注意离让行人之外 更提醒行人在穿越斑马线时 也要留意车流状况 保护自身安全 以兰新闻记者石市民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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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 转发 打赏